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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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去嘉義 嘉義 結果就媽來不及了 嘉義會急 弄到現在可能要坐到 3點的車 到那邊都是5點 本來要帶阿呆司林聰明 看阿呆會不會變聰明一點 沒辦法 沒空 我覺得今天不要拔手 今天阿呆穿很帥 你看 火焰 你看 火焰的 哇媽 整台看起來像卡車一樣 我們好像休息兩三個禮拜沒出去了 對啊 上一次就是MX5 MX5喔 那三個禮拜有了 雞肉飯的故鄉 上次是跟你嗎 對啊 嘉義又是跟你 對啊 大家都會問 說那個泰山是不是沒做了 苦瓜是不是沒做了 柯P是不是走了 哈哈哈哈哈哈 走光光了 走光光了 總我覺得跟上次來不一樣 我們上次來去那個停車場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我的 我有在看啊 看影片喔 對啊 我在看你的影片 我剛剛有一次也是來這邊收車 對啊 Bobo啊 好好好 在這邊 那你知道是什麼車 Panameu啊 哪一台車 PalaPalaSakura Panameu 那先借我看一下囉 他這個好像我記得是10吧 11啦 10年的Panamera 這個是3600的 當初新車他有分幾個等級 他這個選配很多啊 我不知道看不看得懂 盡量看一下 你知道我上面選配嗎 你也不知道 他當初買的時候沒有給他選配表 沒有沒有沒有 那我要靠實力了 因為他這個連鋁合金窗框啊 全部都是要錢的 我盡量看一下 當初我記得他定價是420 再來是水貨的嗎 對他再來是水貨的 公司的定價是420 好我先看一下囉 淺色那一裝大部分都水貨比較多 Panamera以前我有一個朋友有一個故事 他買了一台這個 當初年份差不多 然後他那時候買250 放了兩年 賠了150萬 給人想像一台車可以賠150萬 那是我目前聽到最高的紀錄 所以現在很多人看到這車都會怕怕的 他這是V6的 好像300匹馬力吧 40公斤 扭力 他幾年的時候買的啊 他才多久 我們超過兩年前才買的 那沒很久耶 當初我們就還買到百多多的 差不多 那漆怎麼會這樣 你看這為什麼一點點 為什麼 為什麼 現在沒有漆 看起來有噴漆 有時候齁 你們去車行買的我們會比較擔心 你知道嗎 對啊 其實我們那時候也是 你們有中醫檢查嗎 都沒有 就買了 買回來後才檢查 去哪裡檢查 自己的車行 自己認識的車 會來檢查然後更新很多東西 哦是喔 對啊 可是你看他這個漆 都漆到肉 你有看到嗎 所以我現在在看 為什麼要噴隊啊 我現在在看 你不要害我80萬 80萬是不會賠到150 了不起賠一半 那時候買的時候啊 他很奇怪 不知道是 北部車行怪怪的還是這樣 他給我的輪胎是 好像會十幾年的輪胎 哦 沒有換過的 所以那時候買回來就趕快翻掉 他這個比較奇怪的就是 你看他這邊的漆 是新噴的對不對 然後亮亮的對不對 嗯 然後你看他這邊的漆 是霧面的 有沒有這個 這個轉角這邊的霧面 只有這個地方是噴霧的 所以我才覺得很可怕 你不要擔心齁 我認真看一下就好了 不會不會不會 其實我是先看你的頻道 然後才去跟他買 啊是喔 結果我沒有 我沒有注意到這些貼紙 還是什麼 對啊 你一直看就看你我啊 對啊 你有發現齁 那時候決定比較快 對你有發現 我覺得 就是有點怪怪的 我跟你講阿呆 我們之前看車啊 一些車都看很快對不對 那是因為齁 比如說一些我們收那個 殘值不高幾十萬的車 或是果然車 如果撞到了 修理的人不會花那麼多的 精神 時間 金錢 去把它修得很漂亮 那你想想看這當初 四五百萬以上的車子 如果撞到了 車頭撞爛或怎麼樣 你修得漂亮 讓人家看不出來 跟修得不漂亮 讓人家一看就看出來 賣的時候 架差會很大 所以說這種車就很容易怎樣 如果撞到修復就會花 更加倍的時間 金錢慢慢的去把它修到 盡量讓這個 鑑定等級沒那麼高的人 看不出來的狀態 所以你從來不會看到我一個 看一個車看 光看一個地方就看這麼久 我覺得它做的真的 除了這個 起零肉以外 滿漂亮的 所以我現在要開始去找其他的地方 有沒有什麼比較奇怪的 要找各方面佐證一下 這真的在 給我考技術 而且它這個車齁 內裝 超難拆 對這個一不小心 我就真的會G 我認真看你 我跟你講這個是大概三樣零件 就超過十萬 沒有因為它四條全換掉 然後又換一個 你說輪胎 輪胎喔 對對對 要換一個電池 它的電池也滿貴的 它這個是確定有噴過了 只是說我現在看不到 它是為了什麼原因噴的 你看喔 這裡被尻的一個一個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被刮 這裡有一個被刮的痕跡 你看得到嗎 我看得到 有沒有 你知道那個站在 我們以前的那個 習慣性啊 那個是拿硬幣去刮的 你知道為什麼它刮嗎 刮看看它底色是什麼色 因為一般避震塔會有烤漆 通常怕是什麼 拿別台車的避震塔來接上來 然後再噴成銀漆放上去 所以你用硬幣去把那個漆刮掉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底色是不是 別的車的顏色 所以這個我不知道應該 我覺得也沒有可能是你們刮的 不是 這個刮的動作都是 車行在估價的時候 才會去做這件事情 趁客人沒看到的時候偷刮 所以這個車 在這邊有其他人顧過嗎 你有給其他人 有一位 可是因為他 我沒有跟他在現場 所以你 你不曉得 對對那時候 那時候沒有特別跟他去 我跟你講就有可能是他刮的 我當然不知道也有可能是 前一個賣你的人 刮的也有可能 但是這個會去偷刮 客人這裡面騎的這個動作 通常都是我們在鑑定的時候 懷疑 覺得很奇怪 這個菇 這個併生器上座 基本上 沒有人會去噴漆 除非有幾個 一個就是撞到 一個就是那個真秀 你們就變得很認真 都沒有辦法臉銷毀怎麼辦 這樣這集有人要看嗎 滿頭大汗的 嘉義 熱情的嘉義 沒問題 沒關係齁 那這個部分是這樣子 因為其實這個東西 我現在這樣看真的看不出來 那如果假設的話 就是說 這個車如果我沒有成交的話 我回去 我一頂起來看絕對就知道了 那大概一天的時間 基本上我就簡單講 就是這樣 因為現在如果說他有牽涉到 切 有拿別的零件來燒焊這個東西 那這個我們就是 我們也不會那個 要什麼什麼賠償什麼 就是如果是那個這樣的話 就可能 就把車退還給你們 OK 這樣大家就比較 不會浪費時間在這邊 因為在這個地方 我跟你講頂起來看齁 10秒就知道了 沒有啦 要拆一下護板 因為它下面護板也都 全部都密的 所以就是這個車比較特別 我們估那麼多次 我第一次這樣講 因為真的沒有辦法看出來 那我相信你也看得出來 這個奇怪的地方吧 有的是會嚇五刻的 可是這真的不是 這真的是連我自己都嚇到了 好不好 所以很多人買車的時候不知道 買的時候才知道 原來這個車這樣喔 這個就是等一下 我們就是一個蛋輸就好了 也不要說要互相拗來拗去 就大家沒有梳理 就當作來嘉義玩一趟 當作本事見面會一下 這樣就好了 我先看一下其他地方 但是其實我有一點點的感覺 不是撞的啦 這奇怪 這個門也怪怪的 靠腰 像我們當初在買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我發現 燈子很奇怪怪的 然後它就幫我換掉 對 然後 所以它是 好像是一黃一黃 對 它跟我說是一些歐美車 比較會這樣子 不是 要嘛就都黃 要嘛就都白 對啊 對很奇怪 它是一黃一黃的樣子 看你們也很敢 這樣也給它買下去咧 你們真的是買到一台怪怪的車子 但你看它這邊沒有 標籤對不對 這邊有 這邊有 這個拆起來很鬆 這個被拆過了 你看這邊 走走走 有沒有 然後這邊點就不見了 有沒有 到這邊才出現第一點 這邊 這個點 這個點 有沒有 然後這邊又消失了 然後這邊才會出現 很明顯喔 這邊消失一段 這邊也消失一段 一大段 然後你看它正常的點 是大概這個 五公分左右的距離就會要一點 正常點是這樣啊 有沒有 好 然後看這邊 這邊的點 喔這邊也皺的 然後這邊都沒點 全部都沒點 到上面這邊才 喔這邊一點點 有沒有 有沒有 嗯 後面有撞過 這個我就看得出來了 嗯這就很明顯了 這邊一截 那邊一截這樣 對 喔 困難重重 阿呆 嗯 第一次看那麼久 困難重重 以前來都是在臉削圍比較多 對啊 現在臉不到削圍 看到沒有 來嘉義就是要有這個 輸一圈 對 阿呆你看它這個 新型螺絲的中央 這個是很漂亮沒有噴漆的 從這邊拍過來 拍不拍得到 因為那一邊的螺絲有生鏽 那一邊的螺絲有拆過 這邊沒有 這螺絲的中心點 這邊周圍跟中心點生鏽 喔 對對對 有沒有 所以這個門也有 也有插裝過 好我把它發動了 終於 終於到了要把它發動的環節了 這個就是當時它 我們來之前它有講 因為它買二手的 中間里程就差了一些 喔你看 它106年9月是8萬嘛對不對 然後107年隔一年以後變5萬7萬 所以這邊到這邊差了大概3萬嘛 然後108年的9月又變9萬 這邊應該是正常了啦 就等於說這邊到這邊又開了4萬 開了4萬 所以這邊應該就正常了 主要是這個段差差了3萬公里 然後108年隔年的驗車 又開到 從5萬7開到9萬 所以現在表上面是10萬 但實際上應該是13萬出頭 因為它這邊差了2萬9千公里 應該是這樣吧 看到沒有 這真的是叔叔開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它這邊有貼車內循環 有沒有 門鎖加油 B這邊應該貼一個指指手 P這邊再貼一個停車 R就是馬虎 所以你看其實10萬跟這個方向盤 不太大啦 13萬就有機會了 因為10萬的話 應該還不會這麼的光滑 好啦 那這個車基本上 我跟你講 就是 除了前面比較奇怪以外 那確定 比較確定的是門 跟這個後面屁股的地方 你看它很好 他剛剛為了等我們 他去把油加滿 換這什麼好 還要洗個車 還要洗車 好啊 那我們就 那我們就 人家電話處理了 好不好 我等一下回去 我等一下回去 我如果還沒有 到台北打給你 叫你脫掉車 你就知道 OK OK 對 我就是試了 應該不會啦 因為我覺得 如果真的 你看叔叔自己是化工廠老闆的話 他對於車他也會很擔心 因為他們的時間是金錢 所以我覺得說 有時候這種車的車主會 時間 成本 我覺得比較高 那我們就 81 OK啊 那我也坦白話講 確實我們低於試駕 這個你現在網路在買 沒有一台低於100萬的 我相信你有去做過功課 有幫叔叔做過功課 所以我也不怕你知道 我們有這個情形 我們賣便宜一點 你能接受你就買 你不能接受 大家就不要勉強 我常常在講一件事情 買的時候不會發現 兩年後要賣的時候 就開始覺得媽的前一個怎麼這樣 他回不回去找他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你的名聲就是 不行 我們趁這兩年快撈一點 哈哈哈 希望這個回去車子檢查 不要有什麼狀況 就前面吧 不然我們不是只有白忙一場而已 我們要白忙兩場 因為我車子還要開下來 還要送紅 對 剛好發現他的 右後門的顏色 怪怪的 不一樣 跟其他片不一樣 也不一樣齁 對 所以這台車我就覺得他是一台很怪的車 有齁 嗯 而且拍起來其實蠻明顯的 喔你說用拍的比較明顯 嗯 好啦 試看看 好不好 看他人好像也不像會騙人的人 好像在講的孤車是孤人 我說車 你怎麼看你都看不出來 人才是看不出來的 車你回去頂起來看就知道了 對啊 人 人才是最嫌惡的 對不對 好開心喔 比買到車還開心 怎麼會這樣 我很喜歡吃鴨肉羹你知道嗎 我沒有吃過鴨肉羹 沒有吃過鴨肉羹 你真的白活了 你竟然沒有吃過鴨肉羹 鴨肉羹根根本就是 人間美味 你覺得這樣很棒嗎 來買賣 車有買沒買一回事 又有東西吃 然後又可以聊天 又可以看看他們這邊的 風俗民族 對 鴨肉就是一定要這個 辣椒粉 辣椒粉 一定要粉 不能醬 一定要粉 不是辣椒粉 那你加這麼多 鴨肉 我跟你講就是要加這麼多 你觀眾朋友留言 是不是一定要加 我這還算少的 你看這個 你看他這個孫仔有多少 你看 你剛剛是不是以為是肉跟麵 對不對 不是 這個真材實料的孫仔 然後這個鴨肉有沒有 都是切成薄片 所以片鴨 有沒有 他這個都是薄片的 所以你每一口 都有鴨肉 筍乾 真的有沒有鴨肉 那我就先開動了好不好 我先吃一口原來的味道 喔幹好皮喔 也是偏甜嗎 真的會偏甜嗎 不會不會 他裡面會炒那個洋蔥炒得很香 然後鴨肉嚼勁軟 我跟你講你吃一口就升天 來我拿你吃 你吃一口 你吃一口 我沒升天耶 你沒升天我就讓你升天 好不好 喔他真的有個炒的味道 很香對不對 有個焦 焦焦的味道 對啊焦香味啊 然後這個是洋蔥 這個透明的就是洋蔥 有沒有 炒得有點焦焦的 洋蔥炒得有點焦焦的 有沒有 那是鴨肉先炒洋蔥 等一下我會做的話我就開煎了 你問我 你要不要問我做法 要不要給你食譜 那不會辣啦 沒有加這個 你會被人家笑 他的辣椒怎麼吃辣 跟人家講說你來過鴨肉 吃鴨肉羹 他這個是香味而已 他是不辣 加掉了 不辣真的沒味道 你去吃看看 但是我跟你講 翻倍 好吃翻倍 歐三小 你是在做節目效果 沒喝是真的啦 馬上又不一樣味道對不對 嗯 這樣比較香 好嗎 不會騙你 叔叔不會騙你啦 我很想 尿打台北任何一家 我在台北吃過兩三家 這個尿打就 任何一家 我剛剛吃一口你就知道了 拜託 我是沒收錢 我跟你說 這滷肉是切絞的 這是手切的 它這個肉弄得很有甩的很有彈性 然後裡面它包這個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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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味道 它是手工的 你知道我在減肥嗎 我現在吃到這個人生女味 很久不吃了 我每天都沒有 沒有澱粉 這麼大拔 它們吃得完 不要拍也快吃了 它吃不完 它給那麼多耶 你看這盤 你要吃的是什麼 鴨肉 好軟 烏芥味超好吃 我在台北很少吃烏芥味 台北都是沾一些什麼 極質醬 或者是甜辣醬 好我幫你 我幫你 白哥來 我幫你 好好吃喔 我跟你講你今天真的賺到 所以泰山這一輩子 沒有這個福氣 來來我餵你 不要餵我啦 餵食秀啊 我自己吃啊 來來來來直接吃啊 幹 有沒有 這樣 自拍拍自己 好不好吃 好不好吃 沒有人在乎你的頭髮 你只要告訴我好不好吃就好了 超冷的好不好 幹那種水分耶 嗯 那我阿薩餅可以多一點 你自己沾 人家餵的媽咸 我今天吃到這一餐 我覺得來嘉義就是值得 所以等一下齁 你再帶我們回去坐高鐵 整整整整趕快走好了 我有吃到這一餐 哈哈 他說你也得很特別 他的料跟那個神移民差不多 秋黃吧 洋蔥 只是他把它換成鴨肉 我跟你講他是麵Q的啦 這真的沒有漏氣 欸他吃飽了耶 噢 那種廟口吃這媽 真的是太爽了 三百多塊三個人吃到媽 口氣啊 我是說這一趟這樣就值得了 剛剛那個鴨肉跟 那個應該算邵洞吧 應該是 對 對啊 他爸比較老在旁邊啊 還認出我們 欸你們是不是在講車的 那你為什麼來拍我們家 哈哈哈哈 拜拜 拜拜 老實在跟你說齁 我是到了再跟你說 我不想知道 哈哈哈哈 幹什麼 我不想知道 那大家 我是不知道到最後這個車 驗起來會怎樣啦 剛剛我是希望這台不要有問題 我希望那邊只有噴機而已 因為我跟你講他這一台喔 其實選配蠻多東西 你看有BOSS嘛 還有那個升降尾E那個都選 正常沒有升降尾E 他要有S等級的 他有升降尾E 剩下幾乎都看不太懂 但我覺得他外觀這套件好像也不太一樣 我剛剛忘記看他幾吋鋁圈了 他原廠配是18吋 如果超過18吋的是選配的 你如果PORSCH有20吋鋁圈 四個選起來 都大概要12萬到20萬左右 20幾萬的都有 其實為什麼我會想買這台車你知道嗎 因為我之前不是開那個凱燕嗎 凱燕雖然開起來很爽啦 我常常在講我老婆覺得那車很坦跳 因為它離地高度高嘛 所以它一定會晃 它底盤坐著在怎麼跑車 坐著在怎麼運動 它就是逃避不了 它車身高這個40 所以我就那時候我就 我又很想開PORSCH 有一個想法就是 如果有機會買一下這個PORSCH的話 我就想要開看看 你看像剛剛過一些坑洞 其實它彈跳沒那麼大 所以看有沒有機會 我可以來之後來開這個車子 它這個都二檔起步 其實我剛剛就有觀察到了 它這車是屬於比較穩重的設定 所以它起步都是用二檔 不過它這個沒有那個盲點 這個車那麼長 你看這邊照也可以照它的肥臀 你看一下 跟上次那個V4一樣 好不好可以拍到肥臀 吃飽喝酒 好 回家 我很好騙 我真的很好騙 好不好今天我吃那個鴨肉羹我就買 我幹9點喔 沿路開完蠻好開的啦 車真的是好開 好開到爆炸 小福鬼那 跟鴨肉羹一樣 讚 好啦到公司了 開一下有沒有 休息一棟車 這十三了喔 這不太多了 它要開台你就知道了 喝酒了齁 尷尬了齁 現在看來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 原地來就這樣 有可能 有什麼 因為假設說 你怕人家去撞到做 你不會去做這樣 你要做到漂亮 你應該不會去做到刷牌的 好 好 我也不知道 可是我就覺得應該是沒有了 我個人覺得啦 有啊 這只要準確就是一定 沒有死的生生 好啦 明天頂起來看就知道了 頂起來了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底盤 其實我剛剛有看過一下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然後到這邊 你看 這裡是就是 你如果會撞到 先不管大樑 這個 歸錢啊 那邊做啊 歸錢沒有噴過去 螺絲都沒準過 有沒有 你如果噴過去 顏色會很鮮豔嘛 現在還沒有 就原廠這樣 看起來是原本的 這一次 我們就是看這次大樑 有沒有 沒怎樣 都漂亮漂亮 一支 大樑 這個就大樑 換另外一邊 前面看起來應該也是一樣 有沒有 兩邊都一樣 有些說 撞到兩邊都噴一樣的 有可能 可是左右 看起來都一模一樣 就一樣 看這是大樑 沒怎樣 沒有去敲過 沒有再去噴漆的跡象 所以應該是沒有 我不曉得是 是不是原廠它噴出來 就會那種刷撐的感覺嗎 不然就這樣嘛 再買一台就知道了 底盤還算蠻乾的 順便講一下 你看 庫板是乾的 庫板超大 就是裡面是這樣 搭搭 其實我注意看啦 一點點啦 只有一點點而已 可是我買三些石 就是這樣而已 沒了 其他你看 這瀉油螺絲都是乾的 你說後面那樣 後面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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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啊 結果那些後尾板 反正那枯子有了 黑黑的那個 還好 沒有 很難看就是 它都封住了 它都包死了 對 這個全部都包起來 你看它不只這一塊 前面那一塊超大塊 它左右 都包 連後面也包 LP LP也是乾的 可是好像最少說 沒有 撞到裡面來 對啊 好 沒事 水橋 確定沒事了 沒事了 被過戶了 被過戶了 過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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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戶了 那是什麼 拜拜 這是舞團 幹 拜拜啦